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大多数文化认为上洗手间是一件更为私密的事情 但即便是一个人去洗手间 公共的污水基础设施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发明之一 许多古代宗教文本中 记载着将废水与饮用水以及野营地隔离的方法 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废水管理 已具备了当代类似的形态 古老的美索布达米亚定居点在房子最私密的位置 通常有粘土结构用于蹲坐 它们与管道相连 管道中的流动水将排些污物排入街道的水渠和污水坑中 例如上述在青铜时代蓬勃发展的例子 以及在印度和流域的某些地区 近乎每个房子的厕所都会与城市污水系统相连 古代克里特宫殿的厕所甚至可以手动冲洗 研究人员并不确定 这些早期的污水设施是怎么被发明的 但能够确定的是污水管理是公共卫生的关键 未经处理的污水能滋养有害微生物 从而导致祸乱、利己以及伤寒等疾病 然而污水与疾病的关系 至少还需要几千年科学家们才能透彻了解 不过恶抽的污水气味与疾病的关系 早在公元前一百年就有所记载 到了公元一百年 更复杂的卫生解决方案问世 罗马帝国采用持续流动的水道 将废水引至城市外围 同时期的中国也有私人和公共厕所 只是在中国这些排泄物是被及时循环使用的 家用厕所的粪便大多会用于喂猪 而公共厕所的代谢物会有专门的人来收集 并制成肥料卖出 中国的传统粪便污废物处理方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但是在欧洲 罗马帝国的衰落把公共卫生带入了黑暗时期 坑是敦策 也被称作共 司空见惯 夜狐常常直接往街道上倾倒 城堡的高窗向外面的公共分池抛弃排泄污物 到了晚上 涛分工会把排泄污物装满推车 将它们运出成外兵丢弃 几个世纪以来 欧洲都没有对排泄污物进行卫生处理 但是厕所本身却经历了一些重大变革 到了中世纪后期 大多数富裕人家都配备了坐边器 带有盖子和座椅的木箱子 在英格兰的皇室宫廷中 这些坐边器有专门的管理排泄污物的侍从负责 另外为了监测国王的肠道健康 这位侍从和国王无比亲密的关系 使得这个职称变得极具影响力 厕所科技发展史中的下一个大跃进出现在1596年 John Heron爵士为Queen Elizabeth 设计了第一个现代抽水马桶 他利用杠杆放水并用阀门抽干桶中的水 为现代马桶设计提供了参考 但是哈林顿的发明没有解决污水抽围的问题 幸好到了1775年 苏格兰发明家Exander Kamming 在排水管道处加了一个弯曲的设计进行保水健抽 这个S型设计 请Thomas Crapper改进成现代的U型设计 尽管废物一词比发明者出现早几个世纪 到了19世纪末 许多城市都已经有了现代污水基础设施 以及污水处理厂 如今厕所也发展出了广泛的特征 从奢华到可持续性 然而仍有大约20亿的人在家中没有于个人使用的厕所 还有另外22亿人没有适当管理废水的设施 使他们被暴露在无数疾病的威胁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发明新的卫生技术 并通过行为、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诸多因素 来解决卫生管道系统的不公平 想了解迷人的历史 外太空冒险令人费解的哲学 关于你身体的最随机问题的答案等等 请订阅这个频道 请继续关注并保持好奇心